過去甜美的形象 你媽媽叫我們不要放這張照片 因為2012年有劇輪輝的事情之後 也是說不沾酒了嘛 媽媽媽的酒 Makio的酒 這已經夠清楚了吧 我收錢了 我被收買了 到底我被誰收買 沒有任何的證據 沒有任何的陳述事實經過 幫你做出來 公開Makio未曝光黑歷史 葛思琦遭酸好噁心不忍惡 是甚麼原因讓最強狗仔 葛思琦14號晚間開直播 哇呀哇這次提到鐵板的是他 不過他現在應該只想哭 消不出來 日前Makio在專訪被問及小S 提告葛思琦一事 他描迴 他好噁喔 又要爆料又要被收買 讓葛思琦怒開直播反駁 就抱了一隻貓進去看片子 因為很溫暖的主動問我們說 你貓怎麼了 我還問你腳怎麼了 你記得嗎 今天我碰了一張Makio 角獸上那張照片 就是我在重點碰到她的 你如果覺得我有噁心 你會跟我講那麼多話嗎 很抱歉 當時我沒跟你講說我自己的 很抱歉 當時我沒跟你講說我自己的 關於黃子嬌 先前地圖炮事 哄S姐妹涉嫌吸毒醫事 他也在節目說過 有一次上酒店遇到要頭 向他承認認識過這兩個姊妹 大小S姐妹憤兒提告 葛思琦是說 他就在那個夜總會裡面 他有一個帝王級的證文 我從頭到尾沒有說 他們兩個是否碰到一些東西 但是我只是講說 我所採訪過程中 我所知道的事情 還是有人告訴我 所自稱作認他們 因為我實在是不想要跟 一些新聞扯在一起 所以你不想要跟 葛思琦這個人扯在一起 誰 葛思琦 你把焦哥罵得怎麼樣 講人家禿頭幹嘛的 哎呦我的媽呀 你怎麼我都不為你過去做的事情 再去想一下檢討一下 你有沒有資格出來轉正式 你有沒有資格 如果你在大陸發展的話 我告訴你其實是一個女 後晚 葛思琦沒有資格 葛思琦回顧 葛思琦的黑歷史 臉環秀照片 包括馬媽媽替他求情 還有痛歐計程車問獎的說謊事件 我抱歉 關於2012年 馬丁歐和友人歐雲 將事件先是說被摸凶 後來證實被情車記錄器推翻 對家屬也真的很抱歉 希望大家原諒 社會大眾能夠原諒 他應該是不敢再喝了吧 為什麼他們搭的事情呢 對不對 沒有一個人敢再喝了吧 過去 甜美的形象 你媽媽叫我們不要放這張照片 因為2012年柳基隆輝的事情之後 也是說不沾酒了嗎 馬媽媽的酒 馬丁歐的酒 這已經夠清楚了吧 這張就是馬媽媽抓住我的手 馬媽媽跟我講說 啊不要拍啦 不要這樣子啦 一手拉著我一手拉給馬丁歐 幹嘛呢 就是說啊沒有喝酒啦 大家 大家這樣子只是好在注售幹嘛幹嘛的 馬丁歐就告訴我他生病了 一開始衍生出來說謊說 背信騷擾 一個50 50多歲的那個阿伯坐在前座 你的男朋友還坐在後面 我要怎麼對你姓騷擾 他一開始覺得沒有任何證據 你還開記者會喔 跟大家講說 我背信騷擾 結果呢 這個是你們酒後的 對人家怎麼樣 這個雪姊真的是看一次褲子 我真的不敢打開他真的